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 导塔二新版本讲解之英雄改版的第三篇 那么来直接进入到最后的这一部分 力量型英雄 首先来看一下我把英雄分为了三个阵营 那么左边这两个 左边这三个人是在新版本更新以后 胜率有明显提升的 中间这个四个人呢 是在新版本更新以后 胜率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到目前为止啊 那么最右侧的这两个英雄呢 是在新版本当中胜率有明显下滑的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的版本比赛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可以参考的数据也越来越多 所以呢在这期节目开始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给大家进行解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九仙 龙骑士和狼人这三个英雄 为什么他们的胜率会提升 九仙就不用多说了 元素分离这个道具所提供的一个额外的紫猫 出来的效果非常优秀 而且在这个版本 九仙是经历了一个全方位的加强 所以说在这个版本当中 九仙的胜率提升 应该说是无论从数值 还是功能性上的一个完美的提升 所带来的一个收益 当然这个版本 它最大的收益 就是来自于紫猫的这个东西 以及A仗以后 它可以去选择自己 从哪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分身的还原 这个收益是非常离谱的 再加上紫猫这个单位呢 本身是拥有一个很不错的控制技能 它拥有一个缴械的这么一个技能 所以对于这个版本九仙的使用者而言的话 可以推荐大家多多去练习这个英雄 并且在比赛当中不出意外 这个也会成为一个热门英雄 第二个 狼人为什么会在这个版本当中非常的强势 就是因为这个版本的野区的经济变少了 而线上的经济变多了 这样的话带线给对方牵制 线上的一个压力的价值就变得越来越大 而狼人现在原先需要4200块钱的两只线上的狼 现在变成了只需要1400块钱的一个阿哈利魔精就可以做到 那每波兵线其中一条兵线上会混有一头不可控制的精英狼 这个技能在以前的时候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技能 但是使用过这个技能的人都知道 或者说当年狼人出A帐的时候 他线上给两条精英狼那个年代很多人出过的都会发现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可以持续的给对方的某一条兵线 施加一个非常巨大的压力 迫使对方经常性的回防而没有办法去进攻 再加上现在这个版本线上的经济变多 对于狼人这种适合带线牵制的英雄而言 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这个之前在新版本的介绍当中 我就已经有给大家去提过了 第三个龙骑士 龙骑士这个英雄他在这个版本的胜率提升 我查了一下 跟他的魔精关系并不是太大 因为魔精这个道具需要20分钟才能够去购买 而且需要1400块钱 大家可以对于龙骑士这个英雄的理解来说的话 我个人感觉可能更像是20分钟给了龙骑士一个打钱的装备 因为团战的时候 450点范围的一个AOE技能 而且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的这个特效的话 对于龙骑士而言可能影响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巨大 但是呢这个技能如果是用来去开团 或者开这种推塔的进攻团的时候 你在这种地方铺一个这个火 尽管他不能去烧塔 但是呢他可以让对方不是很好防守 而且同样你在防守的时候 利用这个技能也可以去进行有效的一个防守 那么面对大量兵线 或者队友给你囤的野怪等等 这些情况下也可以去实现一个快速的轻野 但是由于20分钟才能去购买 所以龙骑士对于这个魔精的依赖 在当下的这个版本并不是很高 相反这个版本在每一个刚刚更新的版本 我在很多期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提过 推进型的英雄和推进节奏的阵容 往往都会获得一个比较优秀的胜率 因为大家刚开始都不知道哪些英雄 在新的版本当中会成为热门 所以大家往往会选择去拿一些推进型的英雄 而且这样的英雄往往收益最高最稳定 而龙骑则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英雄之一 包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九仙 还有另外一个英雄就是狼人 狼人这个英雄也是一个推进型的阵容 非常好的选择 顺带一提的是狼人这个英雄 现在在顶分局 也就是全日由职业选手构成的比赛当中 他的胜率是高达57% 所有的英雄最高 而且比其他的英雄高了一个量级 这个还是比较离谱的 刚没受在新的版本当中 他的阿哈利姆神杖的技能 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范围内的敌人施加效果 然后叠加的上限提升至八次 这个阿哈利姆魔精的技能 则是扔出去一个矛团 扔出去一个矛团以后 这个矛团的技能会朝着这个范围的敌人 施加两次的真次扫射和一次的年抽比叶 但是没有其他额外的效果 这个技能可以当作是一个在游戏的前期 进行一个追杀来使用 还是比较不错的 因为他再加上这个真次扫射 这个伤害的天赋以后 那么你在不断的给对方叠加这个真次扫射 并且远距离够不着的时候 用这个技能来作为一个追杀和结束剂 效果相当不错 再加上现在这个版本减速这个效果呢 让钢团兽可以在游戏的前期去做一个大毒球 钢团兽做一个大毒球的效果还是相当出色的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 这个是关于钢团兽的一个介绍 马尔斯在这个版本当中 他的阿里姆魔晶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这个技能应该会变得很厉害 因为毕竟可以一次穿两个人 而且穿完了以后还会流下一团火 这个火还对对方实现一个持续的烧伤的一个伤害 但事实上在新版本当中 到目前为止 马尔斯的魔晶出场率非常的低 而且他的胜率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只是在7.28那一天刚刚更新的时候 他的胜率有所上升 但是伴随着这个英雄的选择上场的次数增加 他的胜率又是回到了原先的一个水平 所以马尔斯的这个魔晶的效果呢 感觉给我的感觉啊 给我的感觉是更像是一个 就是暂时还没有想好去给他做什么技能 然后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给他添加进来 至于新版本马尔斯的A杖 在新版本第一天的时候 马尔斯的这个A杖有一个bug 就是当你每一次开启这个护身甲盾 然后在关闭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攻击 然后呢 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马尔斯永远会产生一个两倍攻击的这么一个伤害 但是后来这个东西就被修复了 那在修复以后马尔斯的胜率呢也是直线下降 回到了原先的一个水平 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版本当中来说的话 马尔斯这个英雄在使用上跟之前的区别并不是特别的大 当然护身甲盾这个技能在有了A杖以后呢 可以作为一个对于对方除了吸收伤害以外 冲阵的时候可以去提供额外的伤害 也算是可以接受 但是整体来说 对于马尔斯的英雄的胜率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呢是白牛这个英雄 白牛这个英雄在新的版本当中 他的这个魔晶的效果呢比较奇怪 就是他是把幽冥一击 他告诉你是幽冥一击具有施法延迟 而不是施法前摇造成200点额外伤害 并且施加4秒的破坏效果 烈火人在施法延迟期间为技能免疫状态 他这个说明就比较 这里可能说起来会有一点拗口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他把这个所谓的施法前摇改成了施法延迟 这个东西呢我感觉他应该是在这个翻译 还有整个技能文本编辑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因为施法延迟他体现在这个技能后边 就是技能生效以后 而这个技能生效的磨免时间 并不是在猎魂人在给对方放技能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够实现 我在给对方放大招的时候实现磨免 相反是在把对方撞回来以后 才能够去实现磨免的这个效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磨免的时间 相当于是猎魂人大招抬手独条的这个时间 而并不是他的这个后续的那4秒钟的破坏的这个时间 所以说在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白牛的技能说明以及他的一个实战效果 目前来看的话呢 还是有他的可选之处 因为对于白牛这个英雄而言 他拥有一个只需要花钱花费1400块钱 就能够拥有4秒钟的一个破坏 这个东西对于比赛当中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价值 特别是在面对对方一些靠被动吃饭的英雄的时候 但是呢就不要太寄希望于他其他的额外伤害啊 以及他的磨免效果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他能够给你提供的磨免效果 大概只能相当于是灵犀角所给你的那个非常短暂的一个磨免时间 所以白牛的这个道具呢 大家可以把它主要理解成 它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让白牛这英雄拥有一个破坏效果就可以了 同样这正是因为改动并不是很大整体来说 所以白牛的变化 他的胜率变化和登场变化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下一个英雄电人角手 老奶奶在新的版本当中呢 他的A仗效果也是比较有意思啊 他的电光石火现在可以在平射距离内的单位击退250点距离 造成125点额外伤害 并且还有1.5秒的一个悬晕 这个对于老奶奶而言的话 我个人感觉比之前呢要强了不少 因为现在老奶奶可以换一个连招的思路 就是他可以变成这样喂饼 然后马上给对方一枪崩出去 这样的话可以总共加起来 龙眼饼干满级的悬晕时间是2.2 再加上平射的1.5 如果控制得当的话 可以提供一个超过3.5秒钟的一个控制时长 并且呢还会有125点的额外伤害 这个无论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这个控制的效果角度来讲的话 都是比较诱人的 同时老奶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技能的话 对于对方的强行冲点的英雄也是有了一个解决方案 当然还是跟之前一样 我有给大家说过在新的版本当中 绝大多数魔精新增的技能和效果 对于魔免单位都是不生效的 所以如果遇到BKB冲脸的话 老奶奶还是踏踏实实的去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 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至于胜率方面的老奶奶在新的版本当中 目前来看的话 整体的改变从数值上的调整等等 都不是非常的巨大 因此他的胜率和登场率也都差不太多 最后两个英雄是胜率有一个明显下滑的英雄 至于马格纳斯他的这个胜率下滑呢 我倒是没想到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去玩他的魔精技能了 他魔精技能很快乐 这个长脚抛物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技能 这样你这样来回铲对方呢 跟颠勺一样 但是实际上这个技能的CD是长达30秒钟的时间 伤害150 滞空时间0.6 悬崖时间0.25 这个技能在新版本当中 主要应该是配合马格纳斯的一些技能 形成一个联动 比方说马格纳斯在新的版本当中呢 他就可以通过把对方这样顶出去 然后挑回来 再大回来 这样形成一个非常舒服的控制联动 马格纳斯在新的版本当中呢 长脚抛物这个技能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一个 combo的连接 最简单的就是把别人挑回来以后 然后呢再把对方顶回来 这样而且马格纳斯的长脚抛物这个技能 他不是一次只能有挑一个英雄 这个技能是不管敌方有多少个英雄 他都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对方的英雄挑回来 而且他由于大招还有推的这个技能 都没有数量上限 因此如果说对方的英雄数量允许的话 那么马格纳斯这个英雄可以玩的非常的快乐 就比如说这样 另外就是这个长脚抛物 他的一个判定范围非常的大 并不是只有在马格纳斯正面的单位才可以 事实上马格纳斯侧面的单位 他也是可以挑过来的 除了屁股后面 大概屁股后面的这个 我不知道是多少度角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 这个角度里面的人 他没有办法去判定出来 其他的人哪怕就是站在这个 马格纳斯侧后方一点点的人 这个技能都是可以挑得到的 所以马格纳斯在新的版本当中长脚抛物这个东西 目前来看 我觉得马格纳斯的胜率下滑 应该是大家都着重去找快乐 而没有去找实用 在技能的连续技方面也是会出现一些错误 比如说把对方挑到背后 然后一个顶顶走 这种情况可能也会发生 所以马格纳斯这英雄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娱乐 去玩一下的 很快乐 真的很快乐的一个英雄 那最后一个要说的英雄就是小精灵 小精灵这个英雄在新的版本当中 他的胜率是有所下滑 而且下滑的不算太少 但是小精灵这个英雄 我个人感觉仍然是可以上场 并且在比赛当中 这个英雄的登场率 我估摸着应该不会降到太低 首先是他的这个连线的减速效果 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 配合一些高疑速的英雄 尤其是在前期 像是熊战士啊 大圣啊等等这种英雄 放到边路 那对于对方的威胁还是很大的 他主要的削弱是在于 他羁绊这个技能的一个 加血的效果上面是有一个削弱 那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在魔精的加持以后 小精灵不光可以利用这个羁绊 给对方减速 在断开羁绊的一瞬间 还可以给对方实现一个150点伤害 和1.75秒的一个悬晕 那么这个技能是只有在 羁绊断开的一瞬间才会产生 但是呢 小精灵这个英雄 大家知道当他的羁绊 在连接到队友身上之后 他是会直接进入到CD当中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实现在连着自己英雄 然后晕到对方同时 马上再连队友 再拉断一次 可以连续对对方实现 最多长达3.5秒时间的一个控制 加上小精灵这个英雄 本身自带的一个减速 在游戏20分钟以后拿到一个魔精 用来去跟自己的队友支援战场的一个效果 以及对于一些特定情况下的应对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这个技能 他现在带有了一个悬晕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小精灵相当于是拥有了一个 打断对方TP的能力 和打断对方技能的能力 这个东西是比较宝贵的 尤其是小精灵这个英雄 他可以在非常远的距离 直接去使用自己的羁绊 这个技能来连接自己的队友 然后在此的路径当中 你也是可以直接把这个羁绊给它断掉的 因此你可以只要跟队友合适的距离 就可以达成一个非常远距离的控制 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技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 就是没有数量上限 只要是碰到了对方的英雄 就都可以实现 在这里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里放了两个英雄 然后呢 你这个时候小精灵突然连接 然后再断开 这个两个英雄是会同时被选晕掉的 所以小精灵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以及一些剪辑类的视频当中 有可能会出现利用小精灵的连线 然后一下去运助对方大量的英雄这种场景 说不定会发生 好了 那么关于新版本的 这个所有的力量型英雄 在这期节目当中 就全部都给大家讲完了 下期节目开始 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 敏捷性英雄的讲解 敏捷性英雄预计好像也得要三期 应该是每一个系的英雄 都得要三期的节目才能给大家做完 我会尽快的赶攻 把所有的英雄给大家出完 并且会结合新的版本的胜率 版本出来以后 这些英雄的胜率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类和推荐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 咱们下期节目见 么么哒 下期节目见 么么哒